最近基金圈的八卦是 德邦基金200万年薪 挖走了号称基金界威亚的花财妹妹 这大概是公募基金行业第一次 由非总经理或明星基金经理跳槽引发的热议 有接近德邦基金高层的人士说 没那么贵 但没有透露具体年薪 年薪是隐私 不透露很正常 那么基金圈的威亚年薪应该值多少万呢 先不忙着回答 本月 华胎证券邀请和脱口秀顶刘忽兰参加基金直播 传言一个小时500万元 不过这个数字被笑过文化公司辟谣了 但有业内人士透露 脱口秀顶刘正规商业报价是100万 去年脱口秀大赛冠军网免的要价超过了150万 目前一个有效基金新户的价格是800元 也就是说花了100万元 能带来1250个基金新户 就值得 流量就是这么贵 再来看花财妹妹主持的财通资管 在2020年12月4日和2021年6月27日直播的业绩 这么看来 花200万元买她一年的直播 也不那么贵了 花财妹妹的爆红是在一年前 2020年年中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场直播 快结束时 主播搬出了一架鼓争 演奏了一段美妙的音乐 高颜值的女主播 悦耳动听的乐趣 另类的直播形式 让基金圈炸开了锅 网友们还发现 这家公司过往的直播回放中 也不乏主播唱歌的桥段 这些另类直播 是由IP名叫花财妹妹的女主播主持的 她本名叫伊林倩 万物皆可直播之下 花财妹妹这一番操作 仅仅是基金直播的冰山一角 除了唱歌 弹鼓争外 基金直播各式各样 还有主播边吃美食边直播 在竞争激烈的直播江湖中 凭借高颜值 较强专业度等特点 花财妹妹杀出重围 人气火爆大有基金圈威亚之事 现在 花财妹妹跳槽到德邦基金以后 会有新的ID 也将带团队 花财妹妹就成为过去时了 公开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半年末 德邦基金公募资产规模为323亿元 其中非货币型资产管理规模为241.23亿元 截至9月28日 今年以来 A类份额付全单位静止增长率为34.18% C类份额付全单位静止增长率为33.93% 位列同类前10% 顾收的德邦瑞兴中长期存债 截至9月28日 今年A类份额付全单位静止增长率为5.27% 位列同类前10% 而上述这两个基金 均是德邦基金在网络推广的主力产品 接下来就看曾经的花财妹妹 现在的伊林倩小姐姐砸整了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 虽热了宅经济 让直播带火插上翅膀 基金公司对直播的热情 还源于用户习惯和需求的变化 我国超六成线上理财用户是80后 90后 80%的用户是年轻人 销售之外 服务成为这些用户的刚需 以投资者教育及行业投资策略 为核心的基金直播 能够快速降低学习门槛 目前的基金直播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自身或关联机构 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电商平台 比如天天基金、支付宝等 直播内容涉及投资者教育 基金产品推介引流 二是媒体直播平台 如新浪等 直播内容主要涉及人物访谈 市场分析 三是渠道直播平台 如工商银行等 直播内容主要涉及基金产品录业 渠道客户精力培训 基金直播大热 也让直播平台赚得盆满钵满满 因为绝大多数客户 都是从第三方平台购买 几乎没人从直销平台购买 那么这些第三方平台 开辟直播频道 也就顺理成章了 江湖上二大理财直播平台 分别是支付宝和天天基金 以今年8月份的数据看 共有117家机构 在支付宝理财直播基金栏目 开了2182场直播 意味着每天平均超过70场直播 平均每家机构月直播18场 厂均观看量为14万每场 同样在8月 共89家机构 在天天基金直播间开了622场直播 厂均热度6.2万每场 以8月理财直播节为例 基金人士透露 支付宝爆出的直播坑位费是100万元 如果以100万参与支付宝理财节的117家机构的数据来计算 支付宝单8月收取的坑位费 就高达1.17亿元 而这还不包含归于基金代销平台收入的基金赎回费等费用 基金圈直播的内权引发业内争议 然而 花财妹妹反而人气暴涨 大有基金圈威亚之势 此时 人文化的直播形式 花财妹妹仅仅是冰山一角 贱姓吴童妹会天赋天才将等基金主播 也是火力全开 为了杀出重围 各家基金主播乃至基金经理唱歌的唱歌 跳舞的跳舞 有主播还边吃美食边直播 更有基金公司高薪聘请知名主持人 找明星站台 如华安基金直播采取便文形式 华夏基金邀请李旦出镜 光大宝德信则通宵14个小时超长直播 花市直播下 截至这一年11月底 有77家金融机构在支付宝上 直播了2509场 天天基金上 直播总场次则达695次 8月30日 证监会主席议会满表示 有些基金销售过度娱乐化 为拨眼球打擦边球 这些现象 比资本市场倡导的行业文化里 宁格格不入 必须坚决予以纠正